一开始我只是拍一些广告 拍广告的收入还算稳定 舒服是挺舒服的 在舒适圈 但我还是想在表演上有所突破 所以我就选择了 当时看起来更难的一条路 其实刚开始演戏的那段时间 蛮难的 我记得我当时有特别想去一个组 很想去 然后我和我同学朋友都讨论了 讨论了很多次 怎么做才能被选上 也花了很多心思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选我 我是属于比较乐观的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轻易给我打击 所以只要选择了这个方向 就会一直努力去做 我觉得只要跟梦想能靠近的是 苦一点我也愿意 所以我希望在每个阶段都做好自己 该做的争取自己想要的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吃过的苦 其实吃过的苦记得也不太多了 但是每一个有所突破的瞬间 真的就是我觉得最开心 最甜的时候 未来我还会去挑战自己 只要自己觉得它值得 这一切就都是甜的 就像橙花和蜜柚 回甘才是最美好的滋味 去看着咱们的面子 看着咱们的一切都可以 看着咱们的一切都可以 但是咱们的一切都可以